《非洲》 你想像中的非洲是否如此? 這是東非國家吉布提 首都吉布提市一個平民住宅區 污水渠中環交錯 垃圾積水助長蚊蟲之生 居民的健康隨時受到登革熱等致命傳染病的威脅 二十年前吉布提市很少見到蚊蚊的病 其實這裡最大的問題就是氣候變化 越來越多蚊蚊也越來越多 而且蚊蚊也變腫 現在成長不死 今至今日病人去到醫院發燒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它有登革熱或者藥疾 或者Chikungunya 所以這是對他們來說很嚴重的情況 吉布提政府會做幾種不同的intervention 他們會噴殺蟲水殺蚊 他們會去到家裡派蚊蚊 共享基金會去年2月 在吉布提啟動全面消除白內障致盟項目 目標用三年時間透過免費的手術 協助當地處理積壓的6,000宗白內障病例 在籌備和執行過程 發現當地的登革熱風險不容忽視 在項目一周年的典禮上 基金會向急部提衛生部 捐贈5,000個登革熱快速檢測包 和1,800個機孔肯亞病快速檢測包 協助當地放空重回病 過去一年尤其是因為登革熱的蔓延越來越明顯 某些國家隨時出現爆發的現象 我們自己開發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做法 基本上是物理手段 來管控登革熱的蔓延 登革熱是一個到現在來止 都沒有一個有效治療的方法的一個疾病 所以最重要是盡量診斷到 有受到登革熱感染的病人 因為有一部份的病人 就算感染了都沒有病徵 所以掩測這方面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防止他們被蚊叮 再將他們的病傳染給另一個人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把他們隔離 用一個蚊帳的方法 防止蚊叮他們 長遠來說 這個國家仍然有需要去做好工衛生設施 包括有效的垃圾處理 有效的地下水、去水道 登革熱是一種透過蚊叮咬而傳播的疾病 病症有發燒、頭痛等 和感冒有點相似 世界衛生組織估計 每年有1億到4億人感染 有了快速檢測包 15到20分鐘就有結果 組織別、組隔離 有助撤斷傳播鏈 共享基金會目前 除了在5個國家消除法內障 也在東帝文、老窩和中國的跨境鐵路、老中鐵路 以及紅刀拉斯開展防控登革熱項目 捐贈快速檢測包、蚊召、滅蚊燈、滅營紙 再配合社區宣傳教育、加強民間防控登革熱意識 基金會成立6年以來 心間各個項目國 以行動實踐、民心傷痛 我們處於一個亞熱帶的地方 登革熱每年的爆發都很厲害 但香港儘管被這些地方包圍 我們仍然能夠有效地控制登革熱的爆發 我們團隊裡有公共衛生的知識和經驗 去幫助他們 我們在很多地區公共衛生的項目 是本地或當地的衛生部邀請我們做 因為覺得我們的行動力和決策的能力是高的 很多國際很有話語權的一些機構 疫情的情況下 很多非政府組織根本都不活動 我們就開始在這裡工作 無論是衛生部自己做不到 民眾你叫他們聽不聽 你的宣傳到不到地 我們先做眼科 民眾看到東西 又知道我們和他們一起相處 在過程中的信任度是高的 我們覺得是一個榮幸 有很多不同國家的衛生部 邀請我們去做評估 我們是做不遲 我們就希望有限極力的 盡量可以做多些 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